哈囉大家 今天要跟大家快速的來介紹一下 已經擺在我桌上的這一台 楊佳480N追刀磨豆機 那這一台其實不是我自己購買的 即使我對他有非常高度的興趣 但是以我現在的立場來說 其實是沒有什麼理由再去購買這一個 價位帶的一個產品 那至於我是跟誰借的呢 不是楊佳原廠 我只是跟他一個經銷商去借 那至於是哪一家 我們就不要講出來 因為其實我對這一台 有一點點的意見 那這些意見不代表說他不是好東西 只是我認為說他可以再做得更好 甚至我會覺得說 他們在設計這個產品的時候 有那麼一點點的不用心 那這些細節我們會在下一次的 比較深入的影片裡面去介紹到 我們今天就直接來跟大家講一下 他快速的一些 規格 我們先看到他的長寬高 高度是41公分 然後 深度的話 我們一般都是量他的最大的範圍是 21公分 那這個寬度是19 他官方給的一個 數據啊 其實是錯的 他官方給的是 30乘以 19乘以41 41這個高 那30我就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我剛剛有自己量過一次 就是 這邊是21 這邊是19 擺放的時候其實蠻輕巧的 那外觀的話呢 其實 不是現在主流的一個好看的外觀 那這邊是使用塑膠的 底下是金屬烤漆 然後烤漆就是非常標準的楊家烤漆 亮面烤漆 然後標準的楊家的機器的顏色 就是黑色紅色金色三個色系 可是我不知道他實際到底推出了哪些色系啦 那他有搭載了48的 錐形刀盤 杜泰 不鏽鋼杜泰 那 大概就是比我們現在的 中階索搖磨豆機在稍微大那麼一點點 那實際上我認為他的研磨表現算是不錯的 那這一台他標榜的是慢轉速研磨 慢轉速研磨呢 通常是 主打著一個能夠帶來更少的細粉 那保留更多的香味 因為研磨的時候不會有過多的熱能 那豆潮的部分他是使用250公克容量的豆潮 但是其實他標榜的應該算是單份研磨啦 所以 250公克的豆潮有沒有這個意義呢 我覺得是還好 那講到豆潮 我先直接跟大家 劇透一個 我對他的意見就是他的豆潮 並不是有擋板的豆潮 也就是說你直接每一次把咖啡都倒進去 你都會先接觸到他的刀盤 然後才去開啟他的 電源 這樣子的話其實 有一些人比較不喜歡 那不如就是你做個豆潮讓我們自己去選擇要不要常開 或者是說每一份再去打開就好 那這一次他使用的研磨的開關有兩個設計 一個是 打開開關他就研磨 那另外一個他是用感應式的研磨 應該算是觸控式的研磨啦 就是你打開到他的另外一段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按鈕 你把他按下去他就會磨 那你把他放開他就停了 那既然他是使用低轉速 當然就是代表著他的研磨的速度會更慢 我實際有測試過的一次是 22公克研磨完大概是 20秒左右 那等一下我們會直接來測試 一份給大家看 那講到研磨的話呢 其實他這次附的粉杯是這個 算是一個特規版的粉杯吧 你一般去買雪克杯 應該不是這個規格才對 但是因為 借給我的廠商呢 雖然說他是借展示機給我 可是這個他看起來是沒有用過 我們就不用這一個了 如果你自己有購買其他的接粉杯 比如說像是小飛馬可以用的 小富士可以用的 一般來說都是可以相容的 我們直接把他推到這裡 那如果粉口這邊下來就好 比較特殊的是他有做一個 彈片 現在都很流行彈片對不對 可是這一台其實並不是 最近才出的 這一台其實出很久了 他在 還沒有電檢通過 還沒有上市的時候 我那次到楊家的工廠去買一些 烘豆機的備品的時候就有看到 只是那時候他們也還沒有發表啦 所以 也不方便問太多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對他的興趣就一直很高 因為 最簡單的一件事就是他便宜 他的官方售價是9500塊 然後搭載杜泰的追刀 其實 我是非常有興趣的 只是後來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一直都沒有 買他或者是使用他 那他這台呢 大概上市的時間 一年多或是兩年多吧 我實際真的沒有辦法確定 可是 我發現他的市占率很低 只有在我上個月去彰化的時候 在有一間咖啡店 有看過他們擺一台 但是實際上 我也沒看到他在使用 就這麼一次 讓我在民間看到 有店家擺的這台磨豆機 那這個彈片呢 其實是 在利用這樣子去敲擊 這一塊金屬片 然後把上面的一些細粉給震落 那實際上這個彈片的使用的時機 我們下個影片一樣會來跟大家做介紹 我們現在就直接 最直接的來磨一份給大家看看 那先跟大家講 這一台的聲音 有一點大 而且有一點詭異 給大家先聽一下空轉的聲音 怪怪的齁 那就是 習慣了那種超靜音技術的 Eureka的磨豆機之後 對我來說這個算是 有一點不太能適應啊 那我們現在就把他 20公克的咖啡豆直接倒進去 這個是使用 上次我們跟大家開箱的 博覽咖啡的瓜地馬拉 那一個 咖啡豆 算是烘的比較深一點點的 直接倒進去 那他是20公克 我們就直接來把他 開啟 我直接使用連續開啟 好了 好 實際的研磨時間當然是 比我們習慣的一些大型的 營業用的 磨豆機還要來的長啊 但是 以這樣子的速度 我覺得他是落在一個 比手搖磨豆機還要快一點點的速度 那其實 我看到他 我看到他要使用大概兩三次之後 我給他的評價 快速的評價是一個 我認為他是一台電動的手搖磨豆機 因為他 他這裡沒有檔片嘛 那我們的手搖磨豆機也是 豆子進去就直接接觸刀盤 那再加上他的研磨速度其實 以我的習慣來說他算是有一點慢的 加上是追刀又是鍍態 所以我給他的第一個評價就是 索搖磨豆機的電動版 那官方的售價就是9500塊 大概也是一支 中高階的索搖磨豆機的價格吧 那這次其實就是先跟大家講一下這些東西 那實際上 更多更複雜的東西還有對於他的評論 我們會在下一個影片 我再熟悉他一陣子之後來跟大家講 那順帶講一下 剛剛研磨的刻度是手沖的刻度 雖然說有比一般我自己習慣的刻度還要細一點點 但是 就大概是落在手沖的刻度裡面啦 那 今天的 這個簡單的介紹大概是這邊 然後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他的一些 外觀 還有他的規格而已 那實際上的 評論影片 我們會在我使用的多天一點之後再來跟大家講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黏合